利海在去年底結束和YG的七年合約 一直還沒公布行動家的他 還去拜訪了同樣曾帶過YG的Epic High前輩們 以及樂同音樂家的燦賀求意見 Tableau笑說要他帶滿三大公司 然後再出本書 燦賀則是要利海再等個幾年 等到他自己出來開公司 沒想到還沒等到燦賀 就先來個超大好消息啦 22日普載犯創立的公司AOMG 官方帳號吳玉瑾釋出了利海的新歌預告 同時宣布他正式成為AOMG的一份子 相關人員更表示 利海是公司一直都有在關注的一位藝人 能和他一起工作感到非常開心 以後會給予他全方位的支持 消息公開後讓粉絲們又驚又喜 直呼太期待新作品 感到利海之前在YG三年回歸一次 完全是青春被蹉跎 這次終於不用再被埋沒了 不過曾經是個大冰箱的YG 最近似乎開始大解凍 23日YG的官方帳號發文 驚喜宣布才剛結束回歸活動的BLACKPINK 8月又要髮型單舉囉 更人注目的是這次還會請人來合作 不知道到底是哪個大咖呢 突然這麼多活動 真的是太讓人驚喜啦 天然姓 有免 大家 有免